主持立院新會期首次朝野協商 韓院長一早帶著滿滿元氣 只是標定十點開會 七分鐘都過去 黨團三長們才通通聚齊 小時候暑假結束的時候 要上課的第一天 渾身都懶洋洋的 但首次協商就不順利 民進黨團想要提出臨時動議 有關二七五八號決議 不涉及臺灣的聯合聲明 只是韓院長和藍白立委 轉頭就走 劉吳思瑤唱獨角戲 還中斷直播 或許對韓國瑜來說 新會期要先審查NCC大法官 考試院三項人事案 但總統提名 司法院副院長姚立民 讓非新系頗有雜音 據瞭解 總統私下人沒溝通 其他派系 姚立民的人事同意 將丟給立院決定 不只姚立民總統令個愛將陳世凱出身新系中流 接交通部長 党內也出現反彈聲浪 但是其實我覺得人事的部分提出來 應該就是現階段中央的態度 那沒有什麼叫安撫也不安撫 重點是我們應該要看整個交通部長未來他的一個發揮 兩項爭議人事案加劇朝野對立 綠營派系雜音似乎先擺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